所羅門的偽證是以校園霸凌為主軸的作品 誰是所羅門 誰又做了偽證 公布美信用溫暖的筆調 揭開學生墜樓死亡的真相 日本推理女王公布美信 耗時十五年構思 只比九年完成 長篇巨著所羅門的偽證 公布美信承接了這些作家的 國民作家的名號到現在 她寫的小說《讀者喜愛》 曾經被稱為說是松本青章的女兒 對於社會底層 以及對於部落大眾的關懷 所羅門的偽證搬上大一幕 由日本金獎名導成導初指導 校園法庭系震撼不在話下 學生想要知道的後面的真相 必須藉由審判的過程裡頭呈現出來 為什麼要有這場審判 是誰在這場審判當中做了偽證 而誰又將真相給揭露出來 本週異想世界帶您深入 推理小說女王公布美信 偶心力寫完成的所羅門的偽證 每週一至五鎖定UDN TV 一小世界